歡迎收看電玩仔數配 我是主持人娜娜 大家最喜歡的寶可夢 又有新的動畫可以看囉 這次不是2D也不是3D 而是定格動畫 相信懂的人都知道 定格動畫非常的費工也費時 但是呈現的真實感 與可愛程度可是直線上升 而且12月就看得到了 那我們來看看可愛的寶可夢吧 由曾經製作啦啦熊與小薰的動畫公司 所製作的寶可夢禮賓部 故事描述主角春慧 在寶可夢度假村擔任禮賓大使 接待上門度假的寶可夢與主人們 所產生的故事 製作方式是少見的定格動畫 寶可夢的呈現也更加可愛 先前爆紅的天竹鼠車車 也是以同樣的方式製作 不知道當時的旋風 能不能在寶可夢身上重現呢 寶可夢禮賓部即將於12月28日 在Netflix上架 看來是能夠和好朋友們 一起可愛跨年的節奏囉